而至於選戰焦點的部分 今天已經倒數了四十九天 民進黨的臺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現在也連桿無場的議員造勢晚會 而且他在晚間的活動當中 甚至還合體了立委余天 掌聲叫尖叫聲 大家好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松國王 穿上一身紅色閃亮亮西裝外套 頭上頂著緊細細的皇冠 民進黨臺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化身童話故事國王 替自家小姬許淑華站台 帥不帥 你們是講真的嗎 真的 謝謝 謝謝你們 首度在鏡頭前玩cosplay 陳時中似乎有點害羞 但這回扮演國王叔叔 陳時中超稱職 還和許淑華連手演出童話故事 熱情和小朋友們互動 那你們希望阿松國王做什麼事情呢 發糖果給大家吃好不好 好 不過吃糖果太多恐怕牙齒會蛀掉 你們有沒有在刷牙 有 牙醫出身的陳時中 不忘提醒小朋友要刷牙 賣力跟大小朋友勃感情 還不止這 陳時中下午連趕兩場浮選行程 緊接著晚上還有兩場 國慶連假陳時中選戰行程 反而更緊湊 忙著幫自家小雞拉抬 也不忘再宣傳自己的育兒證件 柯體台北市議員殘選人洪婉珍 儘管一天下來五場行程 陳時中依然賣力輔選 要在選戰倒數最後階段全力衝刺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